你知道吗,原来UIView并不负责显示 负责显示的是UIView后面还有的一层物件 这层物件叫做CA Layer CA就是Core Animation的缩写 这UIView里面的CA Layer负责绘图 跟显示 这边我开了一个新的专案 在画面的中间放了一个UIView 把这个UIView连接到了我的程式码里面 我把画面上的这个UIView命名成MyView 如果我想改动这个UIView的背景颜色的话 我可以写 MyView.BackgroundColor 等于 点Red 用这样的程式码来改动背景颜色 好像这样 我来执行一下 不过我也可以改动UIView里面 真的负责显示的CA Layer这一层的背景颜色 我把原来的程式码先注视起来 然后我可以用MyView.Layer 这样就得到UIView负责显示的CA Layer这一层 然后设定BackgroundColor 请大家注意这边需要的不是UIColor 这边需要的是CGColor 所以在设定的时候 UIColor.Orange 这样拿到的是UIColor 然后转变成CGColor 这样就可以把MyView的背景颜色设定成橘色 我来执行一下 所以现在是透过设定UIView里面负责显示的CA Layer 来设定背景颜色 UIView本身并不负责显示 CA Layer这一层 才是UIView里面负责显示的物件 所以想要改变UIView的外观的话 可以透过CA Layer来更改 而画面上所有可以看得到的 像是图片 UI Image View啦 文字 UI Label啦 或是滑感 UI Slider 它们都是UIView的子类别 所以都可以透过设定它们后面负责显示的CA Layer 来调整这些元件的外观 比方说可以调整这些元件的圆角 我写myview.layer 我来设定CA Layer的 Corner Radius 设定这样 设定圆角等于50.0 这样我就有圆角了 我们来build and round一下 那如果我想设定外框的话 也可以设定 我就写myview.layer CA Layer的Border Width 外框的宽度等于5.0 还可以透过Border Color 来设定边框的颜色 myview.layer.bordercolor 这样子来设定 设定成UI Color Light Gray 设定成淡灰色 然后设定这边需要的CG Color 好 这样执行一下 就有灰色的外框 除此以外 还可以设定阴影 比方说myview.layer 设定CA Layer的Shadow Opacity 设定阴影的透明度 是0.7 然后设定myview.layer 的Shadow Radius 设定阴影的圆角 是10.0 这样子就有阴影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想象 这样就有阴影了 您可以想象 所有画面上出现的 UI Label UI Image View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设定 加上圆角啦 加上阴影啦 加上外框啦 真的超酷的 我在这个专案里面 还放了一张图片 我们看这个 assess.seassess这边 我放了一张图片 叫做Swift Icon 那我回到程式码这边 我可以跟之前一样 用UI Image Named It 这个方法 我这样子 来读入 Swift Icon 这张图片 这样 这个 这个就是那张图片了 然后 我设定 My View 点 Layer 点 Contents 我来设定 这个UI View 要显示的内容 就是这张图片 但是这边要的是 CG Image 所以 我在这个后面这边 加上 CG Image 我来执行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图片就秀上去了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图片 有点超出范围 预设 是会把这张图片 填满 整个CA layer 那圆角这个部分 就有点 会超出来 那如果 你想要超出的地方 不要显示的话 可以设定 My View 回到程式码这边 点Layer 的 Max to Bounce 这边设定 等于True 如果这样设定的话 就会裁切图片 在圆角范围外的 都会被切掉 执行一下 像这样 也可以设定 设定 在我们的UIView的中间 我们来执行一下 所以 现在这个图片 就不会放大了 而是 放在中间 用原尺寸显示 那 除了点Center 还有点 Top 这边 看 还有点Top 点Button 好 Left Right 有很多 我猜 这个 Resize 就是预设 预设会填满的选项 就是Resize 预设可能是这个选项 那我把它选回 Center 好 执行以后 你会发现 加入 Max Max To Bounce 设定之后 阴影 也会被裁切掉了 这样 阴影现在不见了 因为设定 Max To Bounce 就是在圆角 范围外的 都会被切掉 所以连 阴影都会被切掉了 如果 你想在这种情况下 加入阴影的话 怎么做呢 可以 用这样的程式码 这样的程式码 就是在原本的 UIView下面 再加一层 UIView 像这个样子 我新加了一个 UIView 把这个UIView的大小 设定成 跟MyView 一样大 把这个NewView 加入成Subview以后 把NewView 移到最下面 然后设定 NewView里面 负责 显示的CA layer 跟上面一样 所以就 一模一样的阴影 垫在下面 执行起来 就像这样 那 那CA layer 还有很多可以学的 比方说 CA layer 上面 还可以 再加入一层 CA layer 可以加入 好多层 CA layer 这就好像 UIView上面 可以加Subview 一样 CA layer 也可以加入 Sublayer 之后 我会再录影片 来分享 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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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